我試了 我真的試了 但我 失敗了 可惡啊 我到底 到底要怎樣啊 好 我怕萬一有錯過什麼東西 對不起妮可 我試過保護你 但 沒法永遠拖住她 Shit 這是什麼 這裡耶 小心 Shit What 你還好嗎 我很好 很好 我還可以堅持下去 但你們兩個需要 你 機器人 你在燈什麼 快帶著小孩離開 快點 那他呢 啊 出去 快點 啊 啊 乾 啊 不 我們該做點什麼 你必須拿上這個 什麼 什麼 逆存盤 但 呀 這是我們分開的地方 妮可 前面的路會讓你到達哥林 剛好到城門附近 你在城裡時去找一個叫 Cedric 的人給她這個盤 Cedric 但 但 要是我 怎麼辦 要是那些方塊 快點 啊 衝啊 他們 他們 他們都 我們不能回頭 天虛幽靈 我 我不懂 這個世界 先知機器人 他在說什麼 這個世界 是不是真的 這麼 是嗎 嗯 嗯 怎麼辦 我們的妮可 這個世界是真的嗎 你只是我遊戲 我的電腦裡面的一顆 小遊戲 Icon的燈泡 不是 我在講什麼 你只是 小燈泡 Icon裡面的一個遊戲 我不想騙他 我不想騙他 我第一次我也讓他回家了 啊 一般我不會相信 但 確實和情和理 所有事都和情和理 我不知道應該做些什麼 如果不能拯救世界 我無法回家 但世界已經一團糟了 如果是方塊的問題不解決 世界會發生什麼 我又何去何從 好 嗯 嗯 嗯 等一下為什麼畫面黑了 等一下 我差點頭椅子上面掉下來 他現在在自己動喔 我沒有再按萬鍵盤 我想記起來一些事 我記得我最後做了什麼 我記得我在一個暗室 在長廊的鏡頭有一盞燈 我覺得我要回家了 但是 我不記得那麼多細節 但現在這些都不重要了 對吧 我又這樣回來了 好 找一個叫 好像地面的一部分消失了 我在想 步行穿過這些藤蔓是否安全 他們是安全的 他們是安全的 等一下我剛卡在卡住 我已經預測 你們外的手會失去了聯繫 那個大機器人嗎 請幫助我檢查他們 我不能離開我的站台 好的 好的 喔 所以我不能 不 那 難道不是城門嗎 那是 不 請不要靠近 請不要靠近 此門關閉 直到 另行通知 他們 他們在門裡 那怎麼辦 這個是床床 不行 那我該怎麼辦 我又該何去何從 喔 要快來跟他講是不是 好 他讓我進去了 原來就是要跟他講而已喔 我在外面糾結那麼久 我們去找那一對兄妹 不知道還還好嗎 好可愛喔 還有我的腳 來了 那個門 我知道我們追蹤會失去家園 但是我沒想到這麼快 喔天哪 你們還好嗎 喔 我的偶像 你是救世主 欸 我剛 我剛以為那個是弟弟 我剛以為那個是妹妹 因為他剛臉紅的樣子 真榮幸見到你 我也是 我 我應該請你去裡面的 但你也看到了我們的家 裡面有方塊 嗨 對的 阿露拉 謝謝 雖然在這個世界裡 雖然是二周末 但是 我是到他們 那個妹妹阿露拉 她還沒有去 被抓住 或是被困在其他地方的情況下 他們現在無處不在 不是嗎 那些方塊比以前多了很多 甚至現在到 Rufus的大門都被損壞了 上次沒有這樣 上次 呃 沒什麼 差點說漏了嘴 天使幽靈 我想 我應該再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叫做妮可 妮可 喔天哪 指護你的名字會不會太不禮貌了 沒事的 Karamus 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嗯 別再犯了 救世主什麼都知道 Karamus 是嗎 是的 當然 喔 你是在說那個門嗎 嗯 是的 看起來我不能通過那個老城門進城了 你們有人知道另外的路可以進去嗎 我記得 我的意思是說我聽說這附近有個 某個隱秘的通道 喔 那個通往目的的通道 就是那個 嗯 但我不確定是否還能用 它被水淹了很久 而且沒有轉 更不要說目的離城裡很遠 沒關係 我還是要去看看 那是我們唯一的線索 好吧 這樣的話請跟我們來 好 抽開 欸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再想想 院子沒有受影響 我們有個朋友經常帶我們去看目的 但是 他很久沒有來這裡了 一般來說 這個院子是我們碰面的地方 我希望他很快回來 好 唉唷 這是我的 但是他不像以前彈跳戲那麼好了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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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可愛了吧 好 這邊有 看一下那個小房間有什麼 有 有 好勒 斷掉了 唉唷 尼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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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看到之前在Barrons有过的幻觉时 那本书也发光了 我想看看是否也能让它再次发生 你从哪里得到它的 我在这个世界醒来时 它就在我身边了 它看起来像是我一个朋友的书 除了它会发光以外 那位女士也是这样说的 幽灵让我们看看用日志对这个房间做点什么 发光的日志 好 我有出现了一艘小船 我们要对在这里 这里 哇 那艘船怎么到这里的 我很确定它与这本日志有关 之前在Barrons发生了一模一样的事 真的 日志突然发光起来 我打算仔细看看它 然后就发现有一页画的好像是我们目前所在的房间 然后一辆矿车出现了 什么 什么 听起来有点诡异 不 没有 肯定是幽灵做了什么 这 现在我们有船了 嘿 现在我们有船了 我们就可以去墓地看妈妈了 但是 快来Karumus 有妮子和甜食幽灵与我们在一起 好吧 既然是甜食幽灵让船出现的 那就应该是安全的 你觉得呢 幽灵 好 出发 走吧 啊 嘟嘟嘟嘟 哦 真可爱哦 哇 等一下 所以这个船是一片板子而已 这才不叫船勒 喔~~ 欸? 欸? 欸嘿嘿 畫好笑喔 我們成功了 來吧 阿露拉 讓我們去表示敬意 好的 不見了 有大有小的墓碑呢 這裡也是 沒有來過的地方 媽媽 你肯定不相信 今天的事 我們見到了救世主 而且 嗨妮可 嗨 這是她的墳墓 很多年了 但還是讓人難過 你懂的 阿露拉 可以幫我找一些花給我母親嗎 好的 好 我希望她 在哪裡都可以看著我們 至少我還有妹妹 至少我還有妹妹 好 看一下有沒有什麼東西 可是這邊的墳墓的造型很特別 它中間是一個空洞 就是 一個洞 很高興 真的很高興認識你 Niko 我叫做Cedric 我也在找你 我知道 Prototype之前聯繫過我 她說你正在來城裡的路上 是嗎 她記憶恢復後 給我發了一條訊息 她告訴我在城裡等 但是我覺得直接來接你們更快一點 事實證明這也是個壞點子 接...我們 等等 妳能駕駛那架飛機嗎 什...什麼 飛機 就是妳後面 喔妳是說那個飛行器嗎 在我們的世界它叫做飛機 喔 我不知道他們在別的世界也存在 等等 妳是不是Calamus和Arula之前談論的那位朋友 是不是就是他們談論的那架飛行器 我不認識Calamus或是Arula的人 我覺得他們可能是我父親的朋友 或是在... 在之前一代中的朋友 妳的父親 她是那架飛行器最初的主人 其實...事實上 這是她最偉大的發明之一 欸 那個叫什麼名字啊 什麼兄弟的 妳父親發明了飛機 飛行器 那也很酷 謝謝 回答妳前面的問題 我很擅長操作這架機器 但是... 之前我在飛行時 發動機好像出了一點毛病 為了避開城牆 我不得不緊急降落在這個小島上 妳差點撞上 太可怕了 我必須承認這一點都不好玩 我懷疑發動機的問題 或許與方塊粒子分裂有關 我檢查過了 但機器中並沒有發現方塊 不過... 我發現Glyn的一些島嶼 現在真是一團亂 那是... 唉... 我覺得還是要先聽聽Proto的意見 她現在在哪裡 她說花會和你們一起來 難道她還在豬島上 嗯...應該說... 還在Barrows 她... 發生了貪方 還有一堆方塊 她和機器人女士 都沒有成功逃出來 不會吧 不會吧 但... 她給了我這個 這個是從她頭裡彈出來的詞點 喔... 感謝上帝 她給了你她的主驅動彈 只要了這個 我應該可以把它修復 真的 雖有點困難 但... 確實可以的 想要通過那座大門 你會需要我們三個 什麼... 但首先 我們得去... 我們得找到去城裡的路 是的 城裡的門現在有點故障 要是這台機器成長運作 我們就可以直接飛過去 雖然已經知道她機器的問題所在 但我現在手頭的工具沒有辦法修理它 喔...她有什麼問題 發動機的電池壞了 而且有點齒輪 需要更換 如果幽靈和我幫你找到這些東西 你能修好它嗎 有可能 問題是Glim並不是個科技很發達的地方 我不確定你們是否能夠再找到這種特別的東西 不過我們願意找找看 好 你知道哪裡可以找到電池嗎 好問題 我們在Glim幾乎不用電 但是研究站有些機器人 他們肯定知道哪裡找到電池 好的謝謝 你知道哪裡可以找到齒輪嗎 齒輪...那是什麼 它就像...帶牙齒的金屬圈 圓圈的...帶牙齒的... 哼...聽起來好傻 像是Magpie常會有的東西 Magpie? 就是那個交易商人 它收藏各種有趣的東西 我是說它甚至收集碎玻璃和垃圾 喔...耶! 我覺得我知道你在說誰 他就是這樣的一個怪人 好 所以我們現在要坐船到... 主導是吧 可是我也只能直線走耶 沒關係我們就從這邊 好...這邊是... 他還... 嗯... 救世主 你...來這裡見我 發生什麼事了 堅持住 我...需要集中精神 集中體力 呃... 那些島嶼...會貪方 我必須做點什麼 這就是為什麼那些藤蔓 是你...讓那些藤蔓生長 所以到處都長滿了藤蔓 你...在努力將土地固定在一起嗎? 我的力量只能抓到這些 是的... 那是... 那是... 我應該把太陽留在這裡給你嗎? 我知道你想看到它 這個提議很吸引人 但我不能... 太陽讓我感到舒適 但是... 有壓力也不錯 恐懼也不是壞事 它們使我變得強大 使藤蔓長得更快 但... 要是我放鬆 藤蔓的生長也會倒退 它們都處於危險中救世主 那些村民 那些孩子 我的最後幾個小時 我的最後幾個小時 絕不能浪費 那些人應該活著 即使只能再多活一天 嗨... 我有點事想拜託你 嗯? 似乎Glin大部分的橋都是壞的 是的...那些橋 你是... 你在去朝聖的路上要經過它們 你想要我修好它們 是的... 有可能嗎? 很難... 橋都是建立在很特殊的位置 下面是水 需要找到合適的突破點 而且需要結實的藤蔓 這是個大工程 嗯... 但是...不是不可能的 我打算用盡全部力氣 請退後 嗯? 發生...怎麼了? 你還好嗎? 你... 噢...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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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找到交易商人了 當然你來這裡做交易的 正好你在這裡我有個壞消息告訴你 我有很多東西在車上 很遺憾的是當我 王蜜天涯的時候 都把它們拋棄了 所以現在我的收藏非常有限 但在我離開之前還拿了一些喜歡的東西 嗯...嗯... 你是否有齒輪之類的東西 齒輪?就像金屬輪一樣的東西 嗯...沒有...等等 是的 我有這樣的盒子 可以上發調播音樂 那是八音盒 是的 我達度裡面有很多小的金屬物品 哦...那可能很有用 但我不確定我是否要賣掉它 這是我最喜歡的物品之一 嗯... 哦...我在說什麼 你是救世主 最近周圍發生了一些很糟糕的事 如果我不幫助你 我也不會待在這裡這麼久了 你需要這個 拯救世界對吧 拿走吧 啊...謝謝你 拿到了八音盒 那我們可以用這個 嗯... 順便說一下 要是你看到一個戴的護目鏡跟褲頭盔的大個子 告訴他 來自一個另一個商 交易商人問候他 問他是否還有更多八音盒 好 那隻羊在幹嘛 The fuck?! 你們聽到嗎 我播大聲一點 那隻羊怎麼了 那隻羊怎麼了 電池說要找誰 機器人 找機器人對吧 機器人 有 電力士 電力士 是這一個嗎 大家好 這裡是哥林的主發電機 你好啊 你知不知道哪裡可以找到飛行器用的電池呢 有點急用 我不知道什麼是飛行器 但任何大型機器都需要一個大容量的出電池 比如這個房間裡的發電機 採用的就是這種設備 哦 是的 我差點忘了 我們修好了Barons的電池對吧 如果人類進出於緊急狀況的話 你可以使用發電機的電池 哦 等等 但如果我們把電池拿出來 你們所有人都會沒有電 不是嗎 或許甜食用力和我應該再去其他地方找電池 否定 這是更唯一強大到可以獨立運作的電池 若是 我們切斷電源 好 我們可以回去 他們都不動了 好我們找到了 這個 八音應該有很多的 金屬的齒輪 的八音盒 還有燈泡 不是燈泡 充電電池 我要先把它充電對吧 不行 好吧 按錯了按錯了按錯了 我要拿在手上是不是 電池 還有齒輪 我們發現一個八音盒 裡面應該有齒輪 但 這看起來是我父親做的 你父親有做八音盒嗎 我父親會做很多東西 順便問我你們從哪裡找到他的 村子的一位交易商人給我的 我知道了 我記得父親說過 他經常與這邊的人交易東西 他很喜歡周遊世界 雖然 對 對不起我開始閒聊了 那個齒輪與發動機是兼容的 好吧 進展如何 很慢 電池裡的連接器與這個發電機不合 所以必須調整一些接口 但這個螺酸卡住了 而且 別擔心我現在有進展了 我們今晚應該能夠到達城裡 這樣的話 我去找一個人 我 他 長什麼樣 聽起來有點奇怪 但 他是一隻狐狸 欸 狐狸 你見過Ru 雖然記憶有點模糊 我知道了 這確實很難受 你明白嗎 Protto告訴我 要把這個世界想像成一個夢 但我如此投入了 而我只是有點 有點忘了 我忘了這裡的每樣東西都應該不是真的 然後 我記起來了 就覺得很感傷 我知道這是為了讓我回家 但是 緊緊知道並沒有什麼用 我只是毫無理由的困在這裡嗎 Protto也告訴我 不要向世界上的任何人詢問這一點 說什麼他們不了解 但他呢 他為什麼知道 你為什麼知道 難道你們不應該只是代碼嗎 我已經不確定能相信什麼了 真希望是Ru在這裡 他更擅長解釋這類東西 我完全不行啊 我答對Protto還不如我 不是嗎 我恐怕要說點殘酷的事情了 但拜託 現在也不需要讓自己糾結這一切有多麼的真實 計畫已經在進行中不允許我的分心 父親將這一切都投入這世界的最後一次輪迴 就是他解決這一切問題的最後機會 你父親參與了世界機器的項目 你可以這麼說 但沒想到方塊粒子的異常發展如此之快 我的腰好痠 之前的補丁只能應對粒子的正常出現率 但是現在他們的塑料正以驚人的速度增加 Protto甚至失去了他的身體 還好他及時的把磁碟交給了你 那麼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現在方塊中的人們會發生什麼 我只知道不是什麼好事 你知道模擬是如何進行的對吧 一切的進行都依靠代碼 明確的是說所有的一切都是從限 都是極有代碼中生成的 但那些方塊會破壞代碼 大多數時候都是不可挽回的損害 父親在這之前一代的模擬中失去了一些朋友 他花費了一生開發出了目前更穩定的版本 聽起來像是你父親自己建立了模擬系統等等 是嗎 是的 但是怎麼做的 如果這個世界的每個人都是代碼 他怎麼能夠創造他自己呢 其實 並非如此 那到底發生什麼 像我之前說的沒必要擔心這個 關心 好吧好吧 那麼Prototype 是否陳漢你說過關於舊世界的事情 他確實說過要建立什麼來迎接舊世界的救世主 我當時 在投入其他事情沒有仔細聽這件事 喔 但你至少還是知道他的 那我開始說吧 我父親和其他兩位 我們都不是模擬系統的一部分 我們的家園 那個真正的世界 其實在很久以前就毀滅了 在災難發生的那幾年 來自全世界的科學家 試圖阻止 但局勢不容樂觀 來自另一個世界的救世主 在模擬 模糊預言成為每一個人的最後的希望 先知機器人 Prototype 是被創造用來預測未來 是關於救世主具體的樣子 但如果他的世界 他的預言成真 救世主就沒法及時到達我們的世界 實際上救世主直到我們的真面 我們的世界面臨末日都還沒出生 沮喪大多數人都放棄了研究 決定平靜的過完他們最後的幾年 但有些人 一些人卻相反 即使無法拯救世界 他們也不想讓我們的存在毫無意義 那就是我的父親加入的群體 依靠最後的資源 他建立了他至今最具挑戰的項目 世界機器 他從認識的每一個人身上 收集記憶 並從收集的記憶中 生成一個大型全面的 舊世界的副本 進行大量修改並添加劇情後 我的父親將整個結構轉換了 轉換成了代碼 那代碼如何能夠脫離這個世界呢 我不知道 我所知道的是沒有任何一台設備 有足夠的配置能夠獨立運行代碼 因此除了標準硬件外 他也需要借助一名人類的精神創造能力 在最初測試階段 父親利用的是他自己 就像我說的 他進行的無數字的Prototype 才能讓體驗足夠穩定 但你也看到了 即使這樣還是發生故障了 啊 等一下 父親在最後時刻發現了問題 但已經沒有足夠的時間修復他 世界末日到來 代碼也迎來了終結 永無止境地漂浮在一片虛空之中 等著一位操作員願意將代碼 安裝在自己的軟件上 啊 等一下等一下 我不小心按錯了 天使幽靈 是的 操作員天使幽靈 會把代碼生成宇宙 編在過程中成為上帝 我們真的要走了 好他修好了 現在修好了 等你準備好 我們可以在五分鐘之內離開 好的 你很難過我能理解 但請嘗試理解 我父親就是為了做 就是為了幫助我們所有人 這也包括你 你不能回家 我相信這一定讓他很難過 那是 這個世界對他很重要 你知道 所以那個飛行什麼的 是怎麼工作的 等等 在你的世界不是也存在這樣的機器嗎 你應該知道接下來會怎麼樣 並不是的 我也只是聽說過 而且他們一般比這個大很多 嗯 在我們起飛前 姑且提醒你一句 請不要驚慌 這需要幾分鐘時間適應 不過一旦起飛後 這感覺並不壞 嗯 我盡量 喔 我可能應該告訴Kalamus跟Arulla我要去哪裡 你說的是正在跑過來這兩位嗎 Niko 壞消息 傳不見了 什麼 是方塊 好像他們朝著這個方向來 那是 說得很快 Kalamus是這樣嗎 是嗎 真是個壞消息 不是嗎 不過 似乎並不會馬上就有危險 那麼 現在所要的任務就是把你帶進城 Niko 那他們呢 如果你們願意 我等一下 繞路返回 也把他們帶到城裡 城裡有更好的設備 可以對付方塊 你們在那裡更安全 你要把我們帶到城裡 如果你們願意 嗯 好喔 好的 我會在一個小時內回來 請在這裡等我 你們確定這裡沒事嗎 嗯 那些方塊目前移動的還很慢 那好 我想我們很快就會見面的 我準備好了 好的 做白季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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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